韓先生有一件好消息 要來跟大家分享 代告慌慕 韓先生 有什麼好消息 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们基金会 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们希望把这些 所有零碎型的 偶发型的 持之以恒 用一个集合组织的力量 把它继续永续的推广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 点亮基金会 我们希望正式的 能够更落实 持之以恒的继续推动下去 所以我们正式成立了 点亮基金会 跟大家报告一下 太棒了 韩总的信念就是 莫忘世上苦人多 要让苦人快乐多 大家说好不好 今天非常开心 现场有一万多位朋友 让我听听看 你们的热情在哪里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 共同见证这个 奇迹美好的时刻 我们邀请韩先生 以及我们的 社会嘉宾 到我们的启动台 我们今天要来 点亮我们的 慈善基金会 我们大家一起来 见证 大家一起来 是的 在我们社会嘉宾 陆续到我们的 启动台的位置 接下来 大概要邀请 我们所有现场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 共同倒数 见证这个时刻 好不好 来 来 来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点亮基金会 在大家 这个众目睽睽 我们大家的见证之下 来 大家一起倒数 3 2 1 正式启动 是的 就在大家的参与之下 我们的点亮基金会 正式成立 期待呢 秉持着爱与正念的精神 帮助台湾各个角落的 善良围光 也再次的感谢现场 所有朋友的热情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